你已经知道的所有东西 这些东西你没有知道 两个特别的套路 有很多东西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Lisa 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去年年初开始 一直到前段时间 我做影视美Invisal Line的经历 而且因为我之前高中的时候 也做过Traditional Breathing 就是钢牙 所以也给大家对比一下 两种矫正方式的区别与不同 所以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两次矫正牙齿的故事 其实我两次矫正牙齿呢 都不是因为外部美观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外貌 没有特别多关注 但是第一次矫正牙齿 我记得是我高一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牙齿的状况 是这块这颗牙 这颗虎牙是长在上面的 就是跟刘浩然的虎牙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的这个牙更挤一点 所以那个虎牙虽然在上面 但是挤到了门牙旁边的那颗牙 门牙旁边的那颗牙 凹进去了之后呢 它又怼到了下面 跟它对应的那颗牙 之后下面的那颗牙 进去了之后 它的牙根就非常靠外 有的时候你这样的时候 你感觉到那个牙根 都要露出来了 所以导致我有的时候 吃甜酸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牙根就会特别敏感 然后后面有一颗小的旧齿 是应该竖着长的牙 它是冲着舌着长的 所以呢 其实我的牙齿状况 就是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自己能知道 咬合啊 还有牙齿的健康状况 都不是特别好 之后我就跟我妈商量说 我想整牙 当时我跟我妈说 因为我这颗牙的牙根 有点太靠外了 我一吃甜的酸的就疼 因为我当时有点觉得说 矫正牙齿也算整容 我觉得我妈会拒绝我 但是我妈直接就说 我帮你问一下 很快我就戴上牙套了 所以第一次戴牙套呢 一共戴了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我的牙没有完全齐 因为一年半之后 高二毕业我就出国了 我想说出国之后 可能不会有牙医 想继续帮我挑这个牙 我就让我牙医帮我摘了 其实后来之后来到这边 我咨询了一下 其实如果你是戴牙套 没有戴完 你来到这边之后 这边的牙医 还是会接着帮你 把你的牙挑齐的 所以尽量不要没戴完的时候摘牙套 我当时就不知道 我就把牙套给摘了 然后拔牙的话呢 我一共拔了四颗 拔了前排牙后面的 那个小的旧齿 因为我当时牙医跟我说 从片子能看出来 我有致齿的牙胚 对于拔牙的问题呢 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评价 因为我首先是一个痛觉神经 不是特别敏感的人 其次 我也不是特别害怕什么东西 只要我懂这个原理 然后又是专业的人 去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我就比较信任 比较配合 所以拔牙就拔了 然后流血 就没有了 我第一次戴完牙套的保持器呢 上下牙都是透明的保持器 就是一个饮食美的厚度 所以我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就把它给咬碎了 我之后也没有管它 也没有带保持器了 我第二次讲的牙齿的契机呢 是因为磨牙 我有一天突然间感觉到 我右边的这颗虎牙很敏感 我两次都是因为感受到 酸和甜都会让牙齿疼了 我才开始关注到牙齿 因为我的牙齿中线有点不齐 所以我右边这颗虎牙 跟它下面那颗牙是正对着的 而不是正常咬合的那种 稍微错开一点 所以它一到磨牙的时候 它就上下来回磨 把我上面的虎牙磨得很短 这样我一吃东西呢 我能感觉到疼了 我就去看牙医 牙医看了我的牙之后呢 就说你的牙很不齐啊 你做一个耐盖的也得200块钱 一两百块钱 你不如直接就做饮食美 饮食美也是那种套着你的牙 就跟耐盖一样嘛 我在这之前 致持有一次有点发展的时候 看牙医牙医也说 你的牙很不齐 我就意识到 嗯也行吧 因为我那段时间刚好也工作了 我的公司是可以给我矫正牙齿 做一个50%的报销的 其实当时我也感受到 因为我牙不完全齐 有一些其他的牙齿状况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 嗯二次整牙 所以第二次整牙 那就是用的饮食美 所以这就是我两次矫正牙齿的故事 其实我两次矫正牙齿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结 因为对于我来说 矫正牙齿就是病嘛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而且我平时也是一个做决定比较快的人 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把大家平时 对于矫正牙齿比较关注的点 也是我矫正牙齿之前比较关注 比较好奇的点 从我的资深经理出发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首先就是traditional breathing和饮食美 到底哪个疼 对于我来说肯定是traditional breathing 要疼很多 饮食美对于我来说完全不疼 而且平时摘掉之后 我都可以啃苹果的 但是呢 因为我做traditional breathing的时候 我的牙齿咬合是有问题的 我感受到如果你是调牙齿咬合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疼 因为你牙齿移动还是比较大的 嗯不对还是钢牙会疼 因为我记得我上午着牙医调整了牙套 下午我咬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很没劲很疼了 但是呢力度大的话就会调整的快 力度小的话就会调整的慢 因为我第二次没有调整咬合 我还调了十个月呢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不要拔牙 这个问题很多人尤其是女生肯定特别关注 我的经验就是你多问几个医生 看大家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如果大部分的医生都说你要拔牙 或者有的医生会说 你实在不想拔可以不拔 但是你不拔牙的话 牙齿矫正出来可能会有点凸 那你的牙就一定会凸 凸了就会很不好看 所以如果牙医都建议你要拔牙的话 就一定要拔 既然你已经决定矫正牙齿了 你就尽量矫正的更完美一点嘛 所以呢 一定要克服自己 矫正牙齿之前 该拔的牙就要拔掉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矫正牙齿 会不会导致牙影萎缩 我两次矫正牙齿之前呢 都在网上搜索过经验帖 很多人就抱怨说 他们矫正牙齿导致了牙影萎缩 我自己还是蛮担忧的 因为我第二次矫正牙齿 23岁 跟我上一次比已经大了很多 我就特别害怕我的牙齿不能够适应 我的体会呢 就是还是要看你个人的牙齿健康状况 包括你矫正牙齿之前 牙医也会评定一下你的牙齿健康状况 适不适合做牙套 我第一次矫正牙齿呢 完全没有任何牙影萎缩的情况 第二次呢 因为我下面那颗这样 转着那颗牙 跟两边的牙有一个死角 所以平时清理的时候 特别不容易清理干净 牙线也很难清理干净 所以它就长牙结石了 牙结石就容易导致你牙影萎缩 所以我排齐了之后 那块的牙影就有萎缩的状况 所以还是我自己的牙齿健康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矫正完牙齿 你牙齿排齐了之后 就会非常好管理 清洁也会非常容易 用牙线也会非常容易 你之后的牙齿状况呢 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 我自己对我现在牙影萎缩的状况 没有太多的担忧 我就认真的用牙线 然后认真的刷牙 然后好好补充营养 如果它能长上来呢更好 如果它长不上来呢 我现在牙齿非常整齐 然后每天非常认真的清洁呢 它也不会有更严重的发展 这次呢也是没 我又把我大部分牙套都留下来 我的牙衣跟我看网上经验分享 那些人的牙衣有点不同 我看他们都是一次带很多副 带完就结束了 但我的牙衣是先带十几副 看牙齿的状态 然后再出一套方案十几副 看看牙齿这次有没有期 如果还有一些需要微调的地方 就再出了十副 所以我一共带了三次 每次大概是十四副到十副左右 所以一共带了大概三十四副这样 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蛮好的 因为影视美一定要带够二十二个小时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咬合的问题 只是调一调前排的牙 所以其实我每天都带不够最低二十二小时 希望我的牙衣不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牙套一共是带了这么多 这些都是我带过的牙套 然后这里面还有 哇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第一副和最后一副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 因为我矫正牙齿之前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你的牙齿没有问题 很齐啊 你根本就不用矫正啊 但是我矫正完之后再跟之前对比 就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左面的这一个呢就是我第一副牙套 右面的这一个呢是我最后一副牙套 就可以看出来门牙又往里收了很多 然后左面这一副呢就是我第一副牙套的牙工 右面这一副呢是我最后一副牙的牙工 可以看到那个弧线就更圆润了很多 而且我戴第一副牙套的时候 因为我下牙一会可以看到我下牙非常的歪 所以呢这个门牙的后面是有一个可以咬的点 这样可能把你的下牙能快点咬齐一点 后面的牙套就没有了 之后像下牙我会有这样垂直的这种小点点 然后这种垂直的点的作用 好像就是把你的牙让它竖起来 这么看我之前下牙问题好大啊 前面的牙是歪的 然后还有一些牙往里清洗 但是肉眼看问题就没有那么明显 之后右面这一副呢就是最后一副牙套了 可以看出来区别下牙是真的很大 现在牙就已经非常直了 而且最大的区别就是下牙的牙工 现在的牙工就非常的圆润 然后也宽了一点 所以呢下面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矫正牙齿到底会不会对容貌有变化 我第一次矫正牙齿那时候还小 我也不在意我长什么样子 我也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第二次呢我真的有关注到 因为我本身下颗比较小了 没有这种脸变小的变化 但是我又明显感觉到 就是我鼻子和嘴之间的变化 就是整个面部结构的变化了 因为我本身上嘴唇就有一点厚 所以我以前牙是秃的的话呢 它就会显得我的鼻子特别的趴 我牙齿快绞成完的时候 明显有感觉到我的鼻尖有点变翘了 我每天就会这样看我的鼻子 就觉得我的鼻子有变翘一点 第二点也是我最满意最开心的变化呢 就是我的说话和笑的时候表情更自然了 因为我本身嘴比较小 牙比较大 所以它又是有一点秃的话呢 总觉得你说话的时候嘴里含着点什么 我笑的时候因为嘴唇不够 所以总是咧嘴笑 就是笑起来是这个样子 我就曾经一度对着镜子练习 怎样能笑的时候嘴唇是这样向阳的 我现在就明显能感觉到 我笑的时候和我说话的时候 有更多的自信 因为我不会在潜意识里想 我这样笑会不会太不自然 会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所以就是心情更加轻松了 对于保持气的问题 就是不管是肝牙还是隐世美 其实都是要一直一直带保持气的 其实即使是牙齿特别整齐 天生就特别齐的人 如果他的咀嚼习惯 比如说一直在单边咬啊 他的牙也是会歪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尽可能长时间的带保持气 我现在的保持气上牙是可以摘下来的透明保持气 然后它有点像隐世美 但是它比隐世美要厚很多 所以我只有晚上的时候会带着它 我下牙呢就是前牙有舌侧的保持气 大家在网上搜一下都知道舌侧保持气 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之后简单聊一下我做完隐世美之后是怎样护理牙齿的 我做完隐世美之后呢 牙医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橡胶的牙套 之后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漂白牙齿的针迹 之后它就是在每一颗牙齿 就主要是前排能看到的牙齿这个位置挤一点一点 然后戴在牙齿上大概30到60分钟 两周之后就对牙齿有一个漂白的效果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戴着舌侧保持气嘛 它是一根铁丝细连的铁丝粘在舌侧的位置 所以呢你就不能用普通的牙线 牙医呢给了我一个这样它是一个塑料的 它的原理呢特别像那个穿针引线的原理 之后你把你的牙线穿到这里面 然后塞到一个牙缝里面 然后这样穿过来一下 然后再拿出来穿进去一下 但是后面没有戴牙套了就可以正常用牙线了 虽然有一点麻烦 但是只是前排这几个牙齿一定要坚持下去 矫正牙齿不一定会导致牙衣萎缩 但是如果你不能平时清洁的比较彻底 不用牙线的时候 牙缝有牙结实的话是一定会导致牙衣萎缩的 所以最后呢我觉得隐世美和traditional bracing都各有优缺点 但是我的体会呢就是如果你有咬合的问题 年龄又比较小的话 带traditional bracing更好一点 如果你是像我第二次矫正牙齿这样 只是调前排的牙齿没有太大的咬合问题 年龄要稍大一点 会介意在职场上面跟同事相处的时候 说话戴着刚刚牙有点幼稚的话呢 戴隐世美也是挺好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太大的咬合问题 牙齿没有太不齐的话 只是想精以求精要求完美的话 尹世美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而且即使带不够22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我最近不是要搬家吗 所以我特别害怕我搬家的时候把这些牙套给弄丢 所以我特别着急在搬家之前把这些分享给大家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对于矫正牙齿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问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 别忘了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